其實很久之前我就已經發覺 原來平常我們很常用的粵語短語 我們都是不知道怎麼寫的 比如說大家經常私信來問我們的 喂 劇本呢? 我上了聲耀啊! 什麼了啊?我問你劇本 你回答我上聲耀 那些說話是吳拉姦的 的吳拉姦應該怎麼寫? 整個答案是 敢寫吳拉姦 表示毫不相干、不著邊際的意思 那麼吳拉? 是什麼意思呢? 不知道 不是渣流灘,也不是水大家 我查過新華字典這個字真的沒有解釋 如果有朋友知道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麻煩留個言,好嗎? 那為什麼又是耕呢?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可能和以前大家耕田有關吧 但是詞典裡面是沒有解釋到的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解釋給大家聽 老規矩知道的朋友留個言 而這個吳拉姦 有一個近義詞大家都經常用的 就是 說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 當然不是啦! 我和這件事都沒有耍的 沒有耍能 那沒有耍能又應該怎麼寫呢? 正確答案是 敢寫 表示沒有牽連、沒有關係的意思 那字就解釋過,是沒有解釋的 那耍能又是什麼意思呢? 不知道 新華字典也是毫無表示 關於這個 和這個 我在網上找到的解釋是 粵語 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粵語 我知道是粵語 我要問他們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粵語 我也說知道他們是粵語 我要問他們是什麼意思 大概就是差不多的感覺 順帶一提 什麼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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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殺 應用人 素是 母子母中粗心大義媽媽夫婦的意思 榮獲老爸老母最常用的粵語短語之一 我知道的,你們平時聽到的版本不是這樣的 你們聽到的那個叫威力加強版 母離答殺 母離答殺 然後還有 母離正經 母離神器 以上三個就是鼎鼎大名的 你老爸老母迪士尼的 母離三部曲 然後還有一些形容我們狀態的語語短語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怎麼寫的 比如說 阿奇呀,排位五年貴呀 現在在這裡發猛症呀 發猛症? 脾氣變得暴躁的意思 阿奇,你幹嘛在這裡發牛鬥呀? 蛤? 發牛鬥 發呆 的意思 你不是說要發爛炸的嗎? 不記得了 發爛炸 萬橫 不講你的意思 好啦 本期節目又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語語短語 會講不會寫的 歡迎去到評論區告訴我們 下次我們再做語語政治的時候 就可以再告訴大家 明晚見 看完視頻了嗎? 看完了 點讚沒有? 還沒點讚 你還這麼驕傲嗎? 還這麼大聲 有此理 看完視頻 點讚和外面趙元宋 你渣男有什麼分別? 怪不得點讚那麼少 你很快點點 還有沒有人點讚 快點點吧 快點讚 快點讚 快點讚